這麼瘦真的是 雖然是身材保持非常好 走外野方向的飛球 落地形成那一支安檔 因為我自己去中信工業園區的感覺 就是那個廚房阿姨隨時都在準備東西 那就算不是正餐時間 那個菜盤上也都會有一些 比如說水煮蛋啊 就是一些簡單的吐司啊什麼的 就是你要吃東西真的是 隨時都有啦 隨時都有 這個高球打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中外野往後退沒有辦法接到歐把形成了一支安檔 那李勝玉現在處理球必須要快 一壘跑者現在應該已經繞過二壘 準備要回到本壘攻下的分數了 這支二壘安檔帶有著一分的打點 幫助富邦漢將在二局的上半 先持得點取得了1比0的領先 兩到兩塊打跑戰術 HIGH FACEBALL這邊被掌握到 但是我覺得要來看李勝玉的判斷 因為感覺起來 他一開始是走橫的才往後追 好像對這一個深遠飛球的落點 一開始沒有想像這麼遠 這球林越谷打成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穿越形成了一支安檔 兩出局過後二壘的跑者現在準備要來衝本壘嗎 沒有問題回到了本壘攻下了第二分 這支安檔一分的打點 這球是在1號3塊不想保送的情況下直接直球塞進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林越谷的揮棒非常的流暢 就是完全有抓到這一個訴求 這個球前置一壘的時候 結果蘇維達球沒有拿穩 這樣一壘跑者要準備上二壘 感覺蘇維達是蠻想要趕快把球接下來去做take的動作 但這邊應該是拉太快 對 但因為一壘跑者已經上二壘了 所以在紀錄上必須要交代一個失誤 看一下 太早拉 對 因為剛看那個手套打到球的位置 就是想說羅莫洋應該是沒有太多的偏移 羅莫洋的變速球 我們面對佐達者是真的蠻有壓制力的 三壘界外區的飛球三手跑過去 最後有接到 那要看看是有先碰到圍牆嗎 但三壘好像有舉手 要來確認一下 富邦的球員這邊好像是說有先碰到護王 現在來挑戰 我看 劉基鴻接魔英的三壘界外飛球也是一樣 但那個時候的case是劉基鴻騙過了主神 看一下 哇 那 因為我們只看到落下的 球果是這樣落下 沒有上面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如果只有這樣 應該 機率不高 改判機率不高 當然富邦的球員他們在現場看應該可能會更清楚 但是因為畢竟我們是要看畫面為主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比較軟的網子在上面 那你去問張士倫他一定會說沒有 他一定是說 接的很乾淨的 他一定是說接的很乾淨的 對啊